有些人說很麻煩 五鬼族命 性交轉運 其實你有沒有必要做到那樣東西 運氣是否要用五鬼轉運 因為茅山很多 可能真的有 但做到這麼大的法事 一定是要很大的付出 你拿完那個 你拿完那個果 你一定要還一個恩美人 這個世界真的沒有免費午餐真的 例如說 假設你有個姐姐有了絕症 你很絕望 你就去請鬼仔 看能不能幫到手 後來你姐姐真的康復 但這些你得到的東西 你都要還給她 可能你姐姐康復 可能隔了幾年到你有事 換回姐姐的健康 或者你不斷要付出一些東西 可能像蔡神說的 又不知身體上要怎樣 令到你的健康又不好 現在 不能這麼便宜 說我拿完就沒有了 一定要還給她 所以 看回陰謀論 你看回世界上有很多 叫做天王級的巨星 即是Michael Jackson 馬王 馬王 Winnie Houston 那些 全部都是很短命 有些陰謀論 又不知是否做了什麼交易 那些已經在說 不是我們在說 阿哥阿姐級 即是宇宙級 即是Michael Jackson 宇宙級的明星 那些有些人這樣傳 嘩 全部那些超厲害 超厲害 超出名的那些都是早死的 真的 那你譬如說 如果你相信Queen那個主音 那Queen那個主音 他又不牽涉什麼鬼神 他愛知 他愛知 但他又自己曾經迷失 抑鬱 就是叫做抑鬱 接著又吃藥 吸毒之類的 那就是說 他去到某個 的情況 好 譬如說那個人 那個階級的改變 是會令人轉變 譬如說 你中了樂彩 那你中了樂彩 其實應該是喜事 但喜事很多時候變喪事 因為你由一個階層 突然間你跳去另一個階層 你適應不了 然後呢 你去到第二個階層 你又和其他朋友玩 其他朋友可能會令到你 不知道會怎樣 你又覺得自己又和以前不同 穿衣也不同 吃東西也不同 見朋友也不同 玩的東西也不同 又要吸毒 又要帶走 又要玩遊艇 又要玩飛機 玩跳降山之類 你不會中了樂彩之後去驗身 你中了樂彩之後 就玩那些東西 好 玩玩一下 然後就釘了 其實就變了你不中 反而沒事 你中了之後就死了 不是奏那些人 但是 你凡是磁場的改變 你的階層的改變 你都會什麼 Queen 的主音 就是他想 認識到一些不對的朋友 在戲裡面交代 然後就叫他單飛 單飛之後就沒有了真正的朋友 自己就不斷覺得自己作的歌是最好的 其實當時他在自己的樂隊 他是自己 大家一起負責不同的東西 創作靈感來自你 但是沒有啊 誰的結他沒有啊 誰的打鼓沒有啊 誰的彈bass 其實就不是Queen 於是他自己搞了之後就搞了 然後還拼了 奶奶愛知 最後又是英年早逝 瓜柴 所以就是說 所以譬如師傅說 譬如道家 或者星期四小文小 那個什麼老師 保善 保善 其實都是說的 自然 什麼叫自然呢 其實最好就是 甜 甜 鹹 羊有些 又不要全部鹹 全部甜 最後就是說 不變呢 就應慢變 那些東西呢 就不變好過變 最好呢 就有要喝水 有要吃飯 羊都有些 就不要編在一邊 這樣東西就發達 你可以發達 就不要砰一聲發 慢慢發 賺錢就慢慢賺 做人就慢慢做 那些東西就會慢慢慢慢 就是慢活 其實那個意思呢 都是從自然那樣東西 你突然之間砰砰砰砰 那樣好像撲街就死了 我就經常覺得這樣 做人肯定有個三水六旺 剛剛那段時間很旺 那段時間真的很暗 我覺得最重要 做善事心地好 不害人 就算遇到一些騙運也好 都會大步濫過 平步青雲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的 而且那些東西 最重要就是清清楚楚 以及公道 現在呢 譬如說 周圍身邊 肯定有些事情 都不清楚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總之就發生了就是這樣 然後一個人就問 為什麼會這樣 沒有人說為什麼 然後就 不知道為什麼 就避開 大家就避開 但是呢 這些就變成不自然了 但是你說不是的 這間餐牌來的 T骨牛扒 208元 公道 有沒有加一 有沒有甜品送 你吃的就來 你不吃的就走 又不是的 你去到餐廳吃什麼 你去到餐廳吃什麼 那就是怎樣 我拿著餐廳 一來到之後 東陰宮 大哥 我講的 大哥 你說清楚你吃什麼 吃才行 你不是廚師發辦 不是一樣東西都可以廚師發辦 有些要講清楚 怎樣 究竟如何 沒有打針 舊了東西 隔離兩個星期 寫清楚 接著 打了一針 舊了東西 就這樣 這樣就清楚了 現在不是的 現在呢 他是講了 但是呢 沒有很有系統 讓人聽 其實大家都斷鼓 譬如說 我進去商場 然後上去餐廳 商場又要打 餐廳又要打 正常是這樣 有些又不是 有些又不知道 我只是打餐廳 沒有打 那間商場 出來是被人抄牌 然後又捲著 又是那些怨氣 好像冤鬼 其實你說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大家一起合作 幫忙解決 周圍的問題 那就變成一些事會自然一點 明白 做人最重要是自然 對 我覺得這個說得很好 就算你那陣子不斷走好運 你去可能有性交轉運 又做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你違反了自然 因為人生本身 就是有高有低 有喜有福 你全部清一色好的時候 清一色這個 有一個問題 我眼看清一色好像很好 但是你違反了自然 你沒有了制衡在裡面 我之前都說 你每天都是包心刺途 你不會覺得包心刺途是什麼 你一定是吃包心刺途 吃炒飯 吃炒麵 再包心刺途 再吃炒飯 你才會有一個平衡 所以說 其實人也是 有些人說 你看到最近南韓那邊 50年大暴雨 他們都說這些是極度 極度罕見 一定是全球暖化造成的 這個溫室效應 有些人說 其實人也是在破壞很多自然的定律 你又去弄工廠 你又去燒炭 你又去 今天有沒有看新聞 在法國那裏 出現了一個大坑 就是地上下陷 因為過度開發 你做這麼多違反自然的東西 那地球就給你一些不自然的東西 做人也是一樣的 你以為是這樣 那我就這樣 永遠 就是打球一樣 你是這樣打下去 你不會說很大力打球 打完之後那個球不彈回頭 要不然那個球大力打完 就不知彈去哪裡 這樣就走光了 你打算大力打有牆的 你大力打下去 反彈就越大 有些東西避不了 其實有些情況都是大家平衡 有些東西不可以硬來的 有些東西不是硬來的 有些東西 大家要相親相愛 順其自然 順其自然 說清楚給人聽你要什麼 好像人家這樣 是愛就說清楚是愛 嘔嘔阿姿阿捉 那女兒走了 說清楚 我愛你 可不可以接受我 不可以 那就搞定 你不是 下一句話 可以追下一個 我認識你 你明白 說話 說不了重點 那女兒立刻說 衣服也隨便等你 快點 哥仔 清楚楚 簡單單 自自然然 對周圍身邊 你看現在 隔一兩天 看到那些兜頭鐘 屯門又有 嘩 大家都拿著膠彈 不斷爆 然後打到爆光 六個打兩個 八個打兩個 無緣無故在街上 又說打的 在地鐵又說打的 爭旅又說打的 撞了肩膀又說打的 其實就是太多怨氣 太多怨氣 太不自然 不要問我那些怨氣哪來 大家自己想 但是有些事情就是 一定要有些適當的人 適當去做那些事情 化解它 大家自己化解它 否則就會越來越多 就是這樣 中霸的頭 挺慘的 去吃生日飯 然後被人打六槌 死了 這個蔡臣說的 都是大自然定律的問題 就是說 有些人做一些事 令到其他人不開心 那他不開心 那他有個input input就是 因為有些人做一些事 令到他不開心 那不開心 他都會用一個output 去抒發出來 這就是自然的定律 他不會養鬼仔一樣 你要我幫你不要緊 你都要給他一些東西 正如一個道理 你比起我受 那我怎麼辦 我都是人 我都要抒發出去 那他又抒發 抒發到下面那個 他又抒發 那就不斷循環 大家在那裏 我們常說是正能量 他就把負能量抒發出來 就看到有這麼多情況出現 所以抄牌是最好的 抄牌是最公道 抄牌呢 不論是電子也好 手抄也好 它上面會寫清寫錯 你是壞什麼的 維麗泊車 雙黃線下車 其時間地點 黃隔踩線 最清楚 這些是公道 罰多少錢 錯些什麼 禁心命底 最慘就是不知壞什麼 然後捱著 最慘是我拍在這裏 喂 哥哥 我沒有拍黃線 田黃線在前面 我在這裏 你幹嘛抄我 最慘這些 不明不白 為什麼你抄我 是啊 你說清楚原因就接受 你不說清楚原因 其實大家都會很不開心 沒錯 都是要自然 做多些善事 自然 做好一個人 做好人 做好人好者 毀切 這麼多啟發 很多哲學道理 很高 很高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出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 MG